所以還是我們交通部的支持 好 那我們是不是邀請部長還有大家 各位貴賓 我們在這裡 這個真的是新舊融合 一個古蹟 然後這裡有一個藝術品 因為多元的運聚串連我們這個復興城市的計劃 所以以後從這個車站下來之後的品種 他們都會更加方便去工作 由之間市長所提出的這個大車站的計劃 我們也會協助盡快來完成審查 這個是可以說投資效益很大 而且不只是涉及未來交通的發展 跟跟度勢的再生 那可以說一區兩的 把這個多元載區在這裡結合 除了原來的鐵道 未來的這個捷運 還有公車跟這個公共自行車都可以結合 交通部也採取了新的這種方式 跟地方建立一個夥伴關係 有關這一些就是涉及到的鐵路立體化 我們希望說中央地方一起用協調的方式 甚至用預審制 那先把一些問題解決了 很快速的也可以完成行政程序 那從可行性研究 綜合規劃到施工 可以加快來完成 來照顧社會 也許我們可以先講她 看看這一個什麼問題 要看哦 甚麼問題 請說 勉強幫助 這些事情 是不是 客人 很快 鼓